在这一边我要跟大家讲解Law of Arometric Operations So,Law of Arometric Operations它总共有四个 OK,在课本里面这一边有这四个 一个是Commutative Law,一个是Associative Law 然后一个是Distributive Law,还有一个是Identity Law OK,然后其实呢,对我来讲啦 我比较喜欢分配的话呢 我会把它分配成左右两种 然后呢,就是说它有加跟乘的两种 OK,所以我们在那个Commutative Law这一边呢 加有加的Commutative Law,乘有乘的Commutative Law 就是说我的A加B跟B加A是一样的 然后我的A乘B跟B乘A是一样的 就好像我2加3等于5 3加2也是等于5 2乘3等于6 然后3乘2也等于6 所以我的位置前后调换是可以的 这个叫做Commutative Law Commutative Law呢,我们怎样去记呢 就是说你在那个大的地方你有做那种轻快铁 轻快铁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Commuter嘛 Commuter Commuter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它来回了 OK,那个轻快铁它从这个地方去这个地方 到了终点又回再来再回再来再回 这个就Commutative Law OK,然后所以它前后的位置可以调换了 叫做Commutative Law 接着呢,我们还有Associative Law So我的Associative Law呢 这个呢,它是就有A加B加C 所以是等于A加B加C 然后就是说,我的前面先做加,再来做后面 跟后面先做了再来加前面是一样的 OK,就好像我在这边有2加3加4 如果我先做前面的话,它会变成5加4 然后会变成9 然后如果我是2加3加4的时候 我先把后面加上来 然后它也会变成9 OK,乘的话呢,我就有A乘B乘C 我前面的先乘,跟A乘B乘C 我后面的先乘,它是一样的 就好像我这边有2乘3乘4 我前面的乘上来的时候,我就6乘4 然后我就有24 然后如果我有2乘3乘4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这个2乘12 然后它也会变成24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 我先把前面的乘起来,跟先把后面的乘起来 我拿到的答案都是属于一样的 然后,只是呢 我在这边,我们只可以用加跟乘而已 为什么我们只可以用加跟乘而已呢? 然后,减跟除可以吗? 减跟除不可以 为什么减跟除不可以呢? 减跟除的话,你看啊 我的A-B,它不等于B-A OK 我的A除B,也不等于B除A 这个是Commitative Law 你看,如果我有3-2,我拿到的是1 可是我2-3,我得到的是-1 然后,我的那个4除2,我拿到的是2 2除4的时候呢,我拿到的是0.5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OK 然后,我的那个,什么 associative law的话呢 我的那个A-B,划5-C 不会等于A-B-C OK 就我的,什么 假设我有6-3-2 6-3,我拿到的是3 3-2,我拿到的是1 然后,我的6-3-2 然后,我的6-3-2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6-1,我拿到的是5 然后,它不一样 所以,那一个Commitative Law和Associative Law 它在减跟除是不成立的 然后,你看,如果我的那个A-B-C 其实不等于A-B-C 所以,假设我这一边有6-3-2 6除3,我拿到的是2除2 然后,我拿到的是1 可是,如果我现在是6除3除2的话 它就会变成6除3乏2 然后,6乘2乏3 然后,我拿到的会是等于 是4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我的这个Law of Automatic的Commitative Law 和Associative Law 是指,是在这两边我们用到而已 就是说,加跟成有而已 然后,那个,呃,减跟除是不成立的 OK 然后,我先挑掉Distributive Law 我讲Identity Law先 So,Identity Law呢 我们要知道 Identity Law呢 我们加的Identity是0 乘的Identity是1 OK So,我有A加0会是等于A OK 或者是A加0等于0加A 也等于A 然后,呃,还有就是说 我的A加-A会变成0 OK 这个其实是它Inverse啦 这个其实是Inverse 然后,过后呢 那乘是A乘E等于E乘A 然后,它会变成A 然后,我的A乘100A 会是等于E 所以这个是Inverse for这一个,呃 Inverse for这一个乘 OK,就好像如果我有5加0等于5咯 0加5也等于5哦 OK 然后,我有5乘1也等于5 1乘5也等于5 Identity就是说它加了之后它会变回自己 乘了之后它会变回自己 然后,5的Inverse是什么呢? 5加-5会变成0 然后,5乘1 5乘1 5分之1也会变成1 所以它导反过来就是它的那个Inverse OK 嗯,那个A乘0等于0呢 其实这个我自己本身在大学学数学的时候 它不在Identity里面的 可是我们学校课本里面有放 所以我们 我也不懂它到底要归类在成还是要归类在加 因为0其实是Identity for加 可是它在这边用成 这个我就不放了 这个我们 就 我只接受这4个 但是如果考试它问这一个是什么law的时候 还是要讲它是Identity OK 然后最后我们来到这个Distributive Law Distributive Law呢 呃,其实是 考试最长处的一个东西 OK 它其实是这样 乘乘A乘B加A乘C A乘B-A乘C 这一个东西呢 如果你有提前学了Form 1第六课 OK 缝万第六课的那个东西你已经学了 缝万第六课的情况之下 你就会时常遇到这样的东西 就缝万我们在那边第六课的时候 5挂乎X加2的时候 它这样沉进去 它就会变成那个5X加10 这样的一个东西 第五课第六课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东西 OK,so这样的东西我们一直会遇到 然后其实在这一边我们也会遇到 然后这一个呢 它除了从前面这样过去 它也可以从后面变回来 OK,到底怎样会出这个题目呢? 这一个东西我等一下会再详细的 我们就可以看一些例子 OK,就好像在这一边 这一个7乘3040的这一题 7乘3040的时候 7乘3040的时候 我的3040我把它变成3000加40 然后我在这一边这样乘 它就会变成7乘以3000加7乘以40 21000加7428 然后它会变成21280 OK 呃,这一个东西 你可能会觉得很复杂嘛 你其实3040再乘以7的时候 700,7428,3721,21280 哦,这样不是更快吗? 然后可是当你的考试出现 它叫你用using efficient computation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做 你直接乘出来 计算机直接按哪零分 你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然后这个如果我像这一题的情况之下 我们正常我们是从前面做到去后面嘛 加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前面做到去后面嘛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好像我们平时是这样做 可是29加38很难加 可是我的38加2就容易哦 32加2是40 40加29 69 这样它就会变得很简单好吗? OK 所以如果你在这一边你先这两个加起来的话呢 它会变成67 67加2 然后它会变成69 你这样做的情况之下呢 然后你的老师会给你错 因为他要的是efficient computation OK,你不可以 你要先做后面先 OK 同样的道理 我这一个 也是一样 然后它在这一边 它就 呃 其实 其实它 没有 这一边它 我知道我要2乘5会变成10 可是我就先把这两个换位置 所以它这个叫做commutative law 然后过后换了位置的时候 我正常应该是先做这一边 可是我先就先做后面 所以这个是associative law 然后它就24乘10等于240 所以在这一边我们也可以看这一题 它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我们就把它写成356加61加9 然后它会变成356加70 然后6加2 然后是426 123 426 然后这一边呢 它就会变成567乘20乘5 所以在这一个地方 我其实是做那个associative law 不用紧 然后这一边 我这个是commutative law 换位置 然后公共呢 我在这两个层级来 所以567乘100 5乘20 100 所以它会变成56700 然后这一题 呃 比较难我们等下才来讲 呃不要啦 我直接在这边 89是什么 89是90.1 然后乘5080 所以在这一边我这样编进去 所以它会变成90乘5080 再减1乘5080 ok 1乘5080很简单 然后现在是90乘5080的时候 90乘5000加80 -5080 ok 好 然后再来我们这一边呢 然后再来我们这一边呢 它就会变成呢 954 90乘5000加90乘80 减5080 减5080 所以95415 然后1234 加89727200 减5080 然后我先做这一个地方 ok 所以在这一边呢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它会变成 所以它会变成 451 451 1 2 0 所以它 那 其实如果我直接用计算机的情况之下 它就直接89乘5080的话 这样我拿到的是452120 哦 ok 好 我刚刚在这边算错了 这个我没有接到位 应该是2120 45 2120 所以 呃 你说它efficient 正考computation呢 其实你这样做它反而会更复杂 直接干 干 干脆直接 那89乘5080它会更快 ok 就5080乘以89 然后90089 89 72 然后945 然后 800 68 48 48 45 40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 0 2 1 1 2 5 4 5 2 1 2 这样不是更快吗 ok 好 来 这一题呢 它是用distributive law distributive law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正常是像下面这一个是distributive law 我就拿900-1乘5 然后它就会变成900乘5-1 1乘5 所以它会变成4500-5 然后它会变成4495 这样 呃 可是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 我的这一个900-1乘5 其实我可以倒反回来 就是没有 就是说我这一边来这一边的时候 是我们的distributive law 其实我也可以倒反回来 就是900-1 筹出来乘5 所以你看它一样的 你跟它筹出来 6乘6乘6乘 你跟它筹出来 它就会变成6乘 挂幅200加25 再乘5 所以它会变成6乘200 这个是上面这边是加5 这个是加5 OK 加 它剩下的是什么呢 它剩下的是200加25加5 OK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会6乘230 呃 6318 然后621380 然后这一个呢 我就有26乘3 我把一样的是乘3乘3 跟它筹出来 它就会变成26-24 挂幅乘3 然后它这一边 它就会变成2乘3 然后拿到6 这一题就快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我用的是distributive law 这个我用的是distributive law 这个用的是distributive law 然后这一边呢 我用distributive law 然后我这一个 我也用了distributive law 然后呃 这一个我用associative law OK 我提早 然后这一边 我这一个我用了 那个commutative law 然后再做associative law 然后这一个我用了 是associative law OK 所以这一个就是 呃 law of arometric operation 我们什么时候 要用这种方式来做呢 当题目要你用 efficient computations 这时候我们要讲座 我们要讲座 我们要讲座